大家好,就在昨天中午,我们村口来了一批很大的大家伙 一个长度的可能有一百多米长 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就连我们村里最老的老爷爷都没见过 他活了九十四了,还是第一次见 今天呢,我正好有空,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看看那个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看看有没有看视频的网友们 知不知道那到底是做什么的 听我们村里的人说,好像是坐飞机的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已经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昨天中午啊,来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放了这个鞭炮 大家看下,大家知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中午啊,就来了好几十个啊 昨天,大家可以看下是不是 这个家伙又大又长啊 还来了几个年轻人在这里拍照 发朋友圈,大家可以看下是不是 哇,那边到处都是啊 来了好像有五六十个吧 大家看下,大家知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大家伙 刚才我也带大家看来一下 现在我们走前来看一下,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我看一下 好像还有螺丝口啊 听我们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猜测 这就是坐飞机的叶子啊 这到底是不是飞机的叶子 我也不知道 这里啊,还有一条门啊 嗯? 这我看也好像是飞机的叶子 大家可以看在那边 都是扁扁的哦 飞机的叶子,飞机的叶子是不是扁扁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 飞机的叶子也没那么长啊 这到底是不是飞机的叶子 我也不知道哦 有没有看视频的网友 知不知道这到底是做什么的 这个高度也是很高的哦 我一米六的人站在这里啊 只要走到这里 这个因为有三四米高啊 这个长度的话应该是有一百多米长哦 然后旁边还拿来一些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不知道 干什么的啊 这个就 这个好像里面是空空的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的 我敲一下 看看是不是空心的 你敲一下 这里也进不了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那个有没有进口 哇,大家看一下 里面是空心的 哇,这个也很高啊 哇,我估一下这个有十多米高啊 没有什么啊 还是空心的 对,这个也不是做什么的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好像年轻人猜就是做飞机叶的 这个也不是做什么的哦 里面为什么是空心的啊 哇,这还用几个楼梯啊 嗯? 这个是不是用的够打开的呢 哇,这个还用这个 这个又是电源的 还有电源的 难道这个可以通电的呢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里面的构造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还张试了很多东西啊 那个东西啊 特别是那个东西 有电线一样的啊 有线传在那里的 那个到底是用来干嘛用的啊 是不是用来做导弹用的啊 来了这么多这个东西啊 这个常常呢 就是飞机 听年轻人说 猜测就是飞机的业装 我猜测我们这里 是不是要建什么飞机场啊 还是能来这里 开一个厂子做这个飞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